还有第十三届公园院的新科院士在今天出炉了 总共是五位 其中也包含刚刚提到的AI晶片大厂 辉达创办人黄仁薛 还有超围的执行长苏兹峰 虽然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亲自出席 但他们都透过预录的影片 上午在公园院来个另类的和台 而且赞许公园院科技领航的角色 同时还有副总统萧美琴的部分 在这次的时候更是有感而发 他说谢谢这一群科技人 让世界看见台湾并且需要台湾 公园院第十三届新科院士光彩夺目 受证典礼上副总统萧美琴感性发言 现场掌声连连 谢谢你们让世界看到台湾 而且不只是看到台湾 也因为你们的努力 你们的成就 让世界尊敬台湾 那不只是尊敬台湾 你们让世界需要台湾 今年五位院士除了环球经董事长徐秀兰 宏基执行长陈俊胜 以及台中荣总院长陈世安外 竟然还有回答创办人黄仁勋 跟超委执行长苏子锋 这两位行客院士虽然无法亲自出席 但透过录制影片与现场贵宾交流 同时表达感谢赞许工业院在台湾科技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工业院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推手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件事要做就是要让产业的AI化 而在AI的这波浪潮里 台湾的制造优势 渴望随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突破人口限制 我们也相信接下来还会有新的商业的模式的变化 在这过程当中 宏基公司从硬体端 从软体端 从应用端 从安全端 各个方面我们在施力 同时也靠半导体厂立足台湾放眼全球 像是环球经营董事长徐秀兰 在全球三大洲启动跨国并购 成绩亮眼 环球经营的并购都来自于全球 就像现在有很多一直封装 一直整合 就是不一样的国家 不一样的文化 其实会碰撞出更多火花 坚持以外还要有一些韧性 那这个我想也是他们的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敢去做人家没有做过的 工业院今年新出炉院士 背景一个比一个强 渴望持续为科技产业做出重要贡献 记者朱岳英 姚永哲 新竹采访报道